今天我们来分析一下 善依纯的这首《纯妹妹》 和《天上掉下个灵妹妹》 到底是什么关系 很多人经常讲 抄袭啊 引用啊 这到底是怎么分辨 那么这种歌曲呢 我们一听很明显 里面的这段旋律 它是来自 乐剧《天上掉下个灵妹妹》 那么这两段旋律 它引用了多少 是怎么引用的 我们来比较一下 大家看下面这个呢 是《天上掉下个灵妹妹》的旋律 是乐剧 上面这个是《纯妹妹》的旋律 很明显我们可以听到前面的第一句旋律呢基本上是一样的 是这个旋律 乐剧是《天上掉下个灵妹妹》 你看这旋律几乎是一样的 只是第二小节节奏有一点点不一样 但是呢 从第三小节开始就不一样了 你看 这个旋律是这样的 而且呢是从反拍开始的 那个乐剧是 这个旋律上有一点点相似 还有一点影子在 拉多拉 拉多拉是一样的 do le mi do le mi是一样的 但是这个节奏不一样了 这个是la do do la do le mi so 上面是 la do la do le mi 你看轮廓是一样的 但是节奏有了一些区别 后面一句就完全不一样了 上面还是la do la do le mi 下面是le mi do la do so la do 就完全变了 所以说这两个旋律 你看这第一句基本上是 从乐句 这两个旋律里面取材来的 从第二句开始出现了变化的这样的一个引用 第三句 第三小节就是变化的引用 第四小节基本上就 完全不一样 这里面其实也就是 两小节多 最多也就是三小节不到三小节的 引用量 所以这个曲子很明显它就是引用的 一般我们说不超过四小节的 这种旋律基本上属于引用 这个引用用的还是 挺讨巧的 常诗琳在作曲中 在这个曲子里面 融入了这么一个 乐句的旋律 还是很高的一个手法 还是很高的一个手法 这种旋律